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瓦尔登湖》 著者亨利·戴维·梭罗是美国作家 也是一名哲学家 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其思想深受爱莫生影响 提倡回归本心 亲近自然 1845年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 过着反不归真的隐居生活 两年后以此为题材写成长篇散文《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 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 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 在这本书中 作者用18篇散文 分别从森林四季更替的风光 耕种收割的喜悦 阅读经典的感受 广交好友的心事角 与野兽为伴的经历 与孤独为友的心情 春暖花开时的欣喜等不同的角度 记载了他两年独居生活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 文笔简练有力 朴实真切 表达了他热爱自然 追求事物本质的生活态度 也体现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 本书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 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看上去不可思议又难以实现 但他的精髓 却与如今人们提倡的极简生活不谋而合 迄今为止 本书已经出版了将近200多个版本 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是一本传世久远的文学著作 下面 就让我们跟随作者梭罗的脚步 一起走进他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生活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他追求简朴生活的初心 1845年7月4日 梭罗正式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在这之前 他所拥有过的唯一的房子 是一艘带有帐篷的小船 而这一次 他的房子变成了一座四处漏风的小木屋 这座木屋没有烟囱 粗糙的木板带有大大的裂缝 他仅仅能够为主人遮蔽小雨 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房屋 梭罗却不曾为此感到苦恼 这样简陋的住所在他的眼中 已足够栖身与生活 当夜晚的冷风穿过床头 他会带着自嘲的语气说 屋子里的空气保存了屋外的清新 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 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可思议 但这正是梭罗所追求的 因为他想要从容不迫地面对生活的本质 把生活的精髓都汲取出来 把生活条件降到最低限度 相较于那些拥有广阔农场 与宽敞房屋的人们 梭罗看上去是那样的贫穷与窘迫 可是他却认为 面积越大的住所 就越是人们的累赘 因为拥有他的人 往往承担着繁重的债务 为了偿还这些债务 他们不得不被束缚起来 辛苦的工作 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体会生活本来的美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不是人拥有了房屋 而是房屋占有了人 梭罗简朴的初心 不仅仅体现在简陋的住所上 在独自隐居的两年里 他吃着极其简单的食物 马齿县加盐煮熟就是一顿早餐 嫩玉米是午餐 烤面包则是他的晚餐 当人们认为他吃得太过单一 毫无荤腥美味时 梭罗却觉得人们吃过于丰盛的食物 不是为了延续生命 而是一种奢侈的堕落行为 他们吃的不是生命所需 吃的是自己的脸面 身份和档次 他们把吃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为此浪费了大好的时光 生活之中的奢侈行为到处都是 他们过多的占据了人们的精神和肉体 就像穿衣服 在梭罗眼中 大部分时候人们穿衣服的心态 不是考虑衣服真正的用途 反而是更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追求时髦 在面对自然时 人们穿衣的首要目的 是保持身体上的温暖 而非维护自己的体面 那些身穿补丁裤子的人 并不会因为裤子上的破洞 而被梭罗看不起 相反 因为对方愿意穿着这样的裤子 与他会面 梭罗在情感上更愿意与对方亲近 因为这代表对方把他当作亲密无间的朋友 在梭罗的眼力 精神与思想富足的人们 在做想做的事情时 并不会特意去穿上一身新衣服 不论是出于信念还是经验 梭罗都确信 如果人们能够简单而有明智的生活 那么维持生存并不是一件艰苦的事 反而更像一种消遣 在他眼中 那些继承了很多财产的人 活得并不比贫困的人更轻松 相反 这些人会延续祖辈留下的生活习惯 继续为拥有更多的非生活必需品而辛劳一生 在他们的观念里 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和享受生活 他们是被时间追赶 而被迫低头前行的人 生活中 人们总是匆匆忙忙 到头来却依旧入路无为 因为人们花费毕生时间去追寻的都不是生活所必须拥有的东西 正因为看透了生活的本质 梭罗才会选择在瓦尔登湖畔 从容不迫地享受着美好的人生 正如他在书中所说 我不想过那种并非生活的生活 因为生活是如此珍贵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走进作者生活中的来客 也就是他真正的朋友 和大多数人一样 作者梭罗也喜欢与人交往 在他那简陋的小木屋中只有三把椅子 当来访者超过了三个人 他就会将它们带到最宽敞的会客厅 木屋背后的一片松树林 在这里阳光穿过茂密的松树林 在草地上留下了斑驳的光影 客人与他一同享受着大自然的俏皮与点缀 他们的交谈与欢笑声更加畅快 即便梭罗的住所是这样简陋的待客条件 他却遇到了一生中访客最多的时期 并且每一位突然造访的陌生来客 都成了梭罗记忆中清晰深刻的朋友 这些朋友带给他的是有关于人的观察与思考 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思想 冲击着他本就丰富的精神与灵魂 许多来客特意去拜访梭罗 为的是要看他和他的房子 这其中不乏一些稀奇古怪的人 但梭罗并没有因此拒绝来访者 他相信任何人都能够带给他不一样的体验 一位智力上有所欠缺的平民 用直率与真诚告诉梭罗 从童年开始 他就是智力低下的人 在梭罗眼中 这位平民所说的一切简单又千功 与这样的人交谈 对他来说感觉比与圣人交谈更让人受益 一位加拿大的乔夫 看上去粗俗且无趣 但却对用希腊文写成的诗十分感兴趣 读书的时候 这位乔夫非常安静 眼中充满了快乐与满足 但是他那有黑的皮肤 粗壮的身材又让梭罗觉得他与书籍毫无关系 这样一个外表与内心差异巨大的朋友 像孩子一样活在纯真的快乐之中 这让梭罗的心中充满了欣喜与感动 在梭罗的观察中 年轻人喜欢看湖水和野花 生意人和农夫无心欣赏美丽的风景 只想着如何赚取更多的利益 而年老体弱的人想的最多的就是疾病 突然的事故以及死亡 对他们来说 生活似乎充满了危险 到森林朝圣的客人中 最令人高兴的就是前来摘江果的孩子 穿着干净衬衫来散步的铁路工人 还有渔夫 诗人和哲学家 在那段隐居的日子里 梭罗周围的来访者都被他看作是真正的朋友 仔细观察身边的人们 会发现他们不尽相同的有趣之处 人与自然一样 都是梭罗向往的简朴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这些人可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永远身份微寒 没有文化 但他们总有着自己的见解 就像瓦尔登湖一样 令梭罗感到着迷与向往 最后 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 这样的生活给梭罗带来的感悟 真理才是生活的必需品 人的一生到底要追寻什么 什么才是生活的必需品 如果每个人在做出选择时都足够谨慎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像梭罗那样 成为生活本质的观察者 大多数人总是认为 谋求生存与积累财富是一生的追求与目标 但梭罗却说 生活的本质不应该是超出生存所需的欲望 而是能够放弃苦苦追寻的质果 去寻找唯一的永恒真理 每一个人都是凡夫俗子 死后的一切物质都将成为虚无 死亡终究会来临 只有在探求真理的时候 人们才会成为不朽 真理在哪里 真理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心的归属地从来不需要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它本身就是无比宽广 在这里你可以像梭罗那样 像歌唱的云雀吹口哨 像即将远搏的小船养首告别 像邻间的松树高声呼喊 成为大自然中一名诚挚的过客 用真挚的心做最简单的事 种豆挖地窖 追野兔 掉炉鱼 仔仔细细的体味生活中 每一丝甘甜与酸苦 波斯诗人马斯特说 坐在精神的世界里驰骋 这是我从书中获得的优势 在每一个被鸟鸣唤醒的清晨 梭罗总是手捧一本经典之作 任由时光静静流淌 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时间只不过是他用来垂掉的溪流 涓涓流淌的溪水 让他再从容间找到自己心中的真理 梭罗说 如果一个人充满自信地朝他梦想的方向前进 并努力过着他所能想象到的那种生活 那么这个人就会遇见 在普通时刻里意想不到的成功 不管生活是多么卑微 都要迎接这个生活 都要过这个生活 不要躲避他和咒骂他 他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糟糕 就算是富有之人 也不一定会在精神上比贫民拥有更多 两年以后 梭罗离开了瓦尔登湖畔 就像当初他来到这里一样 没有任何世俗的理由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梭罗的离开是为了开启新的人生之路 因为他想在有限的人生里 过几种不同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 在做出选择之时 不需要被他人指点 在梭罗的小木屋到瓦尔登湖畔之间 有一条被他双脚踏出的小路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这条小路依旧清晰可见 梭罗非常害怕别人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他 并且沿着他的轨迹走下去 因为这会在无形中局限了他人的足迹 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失去找寻到新风景的可能 走过的路会留下脚印 思想的老路也一样会对他人产生深刻影响 人们必须打破世俗的禁锢 成为自己思想之国的国王 才能获得真正自由的生活 否则 跟着前人的脚步生活 苦难与乏味将永远反复循环 生命不应该被封存在冬日的冰雪河流里 而应该像春天那样生机勃勃 绚烂绽放 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时光 梭罗用用最真实的观察和感受 体会大自然给他带来的生活感悟 他认识到 一切关于虚无的追寻 都是徒劳和浪费生命的 阅读 观察 思考是加深对现实看法的最佳途径 真理才是生活所应该追求的全部 当瓦尔登湖在春光来临时解冻 所有一切在阳光的照耀下 都显得微不足道 自然界的生物开始复苏与重生 梭罗的人生也开始了新的体验与追寻 梭罗最后简单明了地表达了 他对生活本质的理解 他说不必给我爱 不必给我钱 不必给我名誉 给我真理吧 我们身体内的生命像活动的水 新奇的事物正在无穷无尽地注入到这个世界来 而我们却忍受着不可思议的愚蠢 好了 本书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把视频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您的建议与参与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